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放 你看了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决定放这么22秒 因为第一你什么人都看不着 你就看见一个光级娘 男人的一个光级娘 甚至这个女主角是女主角在拍 女主角你也看不着 所以这个也不算侵犯什么隐私 我为什么要你看 这是这个女的 她为什么要拍 她拍的时候她还在说话 我就听了她这几句话 我就很想跟你们聊一聊 好 不是这个事先要讲背景吗 要不你们看得懂吗 行了 谢谢快看 是吗 反正就是说这一个男的跟女的在床上 不是下了床 你看吧 你看吧 是有什么价 问呢 你好意思的 你好意思的 你强帮我 不知道多少次 你强帮我多少次 你还好意思 让我跟你再继续 这个 这名男子 这个是浙江某国企的 好像是发电厂的 好像是党支部书记 现在已经被免职了 已经被免职 那因为什么被免职呢 因为这个女的 现在化名啊 叫莉莉 这个女的就开始投诉她 就说啊 她这个玩弄女性 等等等等 但是你知道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你看 这个女的拍的这个时候 这女的旁边 但你看她说这话 其实这不就是套这个男人的这个话 这个女女孩就说啊 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我总得留个证据啊 所以当时她拿着拍 你看 刚才两人对话的内容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是这女的 说我拒绝你跟我发生性关系 你不高兴啊 对吧 这男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不高兴 然后这女 背着背着身在干嘛 在吃东西 他吃东西 搞完了他饿嘛 他就吃了 这个女的就 这个女的 你现在抛话外音在说什么嘛 说什么 你强暴我这么多次啊 你什么什么 其实她就要把这个录进去嘛 要作为证据嘛 是 这个事 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吧 比如说雷正复的事出来之后 我觉得起了一个模范作用 就大家都发现 这一招是一个用来保护自己 或者是为自己有利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 我猜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搞 所以将来这些 要搞这种道德轮上行为那些男的 上床之前要先收清楚手机在哪里 是 对吧 但是我 我看完那以后 我觉得那女的说这番话的时候 这怎么有点撒娇的感觉呢 她并没有很 我并没有觉得她很生气 很愤怒 她的那个语气里头多少有点 哟 你这样还怪我呢 哟 这不都是你在强暴我吗 她包括她说强暴那个词的时候 我就甚至都觉得是他们 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前面的那些背景 以及后面的故事 只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这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打情冒窍 和他们之间的一种 对于这个事情的一种 一种说法 可能是一种 你看这是女性角度 就我听起来我的感觉 她还在吃东西 你说如果 如果一个女性 我是很怕看 就有关 跟强奸有关 强暴有关系的戏的 我会很难受 很难受 我就很难想象 一个女性在被一个男性 如果就算强奸未遂 一种这样侮辱之后 她还能够轻轻松在旁边吃东西 然后拍 就是那种口气 不让觉得很愤怒 最起码是很愤怒 或者很害怕 或很 他没有 如果说他真的很愤怒 很怎么样的话 他就拍不成了 就那个状况 那个男的正在背对着 玩射了肚子 要像你说的吃东西 是 他必须用这样的语气 才能够完整的 把这段话跟这个视频 那也有道理 就是因为 按照这个女孩的这个投诉 这个女孩现在就是要扳倒这个男的 按照这个女孩的投诉 这个男的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 就把他弄到酒店去 对吧 很多女孩第一次都是那么半强奸的 那玩意就是后来完了 就说这男的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转头又跟我老婆离婚 然后这女的一想 这也不错 但是又害怕自己没有保障 所以就拍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映这个男女两个人的某种本质 我为什么放这个视频呢 什么电影编剧也写不出这样的对白 你看就是说 你看这个男女之间经常是这样 男的呢 就是想搞 你知道吗 女人呢 搞完就吃面 对 不是 这女的不答应 这女的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高兴 那男的说 你不给我做爱 我就不高兴了 我觉得很本质 所以李爱 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节目啊 有一些女权分子 就是说有一些妇女解放的这个学者 他们老是告诉我 你包括这个 我的李英和导师 是吧 他们甚至包括扎建英老师 他们经常跟我说 说在这个性欲这方面啊 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 说你们男人不要老觉得 男人愿意干这个 愿意玩女人 女人一样有这个欲望的 说这是一模一样的 是啊 是啊 同意 是啊 当然啊 可是为什么 我在实际生活当中见到的 好像不是这 那你可怜了一点 最近国外有杂志自然科学 我忘了什么 都有调查啊 他用这个脑 现在有很多脑电波监测啊 男人的头脑 整天想着这个性啊 比女人至少多一倍 最好的有人做了一个 当年做了一个电脑动画 象征这种现象的 就是在男人的后脑里 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洋具 就呜呜呜呜呜呜 就是男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 可是你没有想过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机制 形成的问题 就我们社会上是容许男性 很早的就有性启蒙 很早的就开始 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可以做 去干或怎么搞 但是女性在我们传统教育底下 是被他的性欲是被规管起来的 他是被约束起来的 所以才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事情就往往变成了一个什么 我就说 对 我很愿意相信男人和女人 咱们都是平等的嘛 对吗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的是会 至少我男的也有性讹诈的 没没没 就是也有性举报的等等啊 但是毕竟我们见到的似乎都是女性会拿一个男人 你跟我睡了觉啊 这个事作为一个扳倒你 或者说啊 你骗了我 我要这样来报复你 这就是一个社会 反过来好像的情况不多 这是一个社会禁忌吗 这是一个社会禁忌 你们想过 你们想过当年武则天在位的时候 下面的人攻击他 不满意武士的人攻击他的 其中一点也是拿这个来讲啊 就这是因为 谁在高位 谁就会被拿来说 对啊 你今天中国大 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于 今天的中国是男女不平等的 是个父权社会 大部分情况底下 掌权的再高位的都是男性 那你勒索不可能是高位的人 反过来勒索低位的人吧 所以他大部分为什么你看到都是女性 在用性这个东西去勒索这个男的 而不是反过来 这是谁在位置高的问题吗 所以我有一次问一位女士 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我说你看啊 为什么经常我们看到的 似乎是这个女的歇斯底里 有时候啊 在大街上哗一下 这女的都就歇斯底里了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女的一下就就像过去 我们工厂里说那种坐地炮啊 什么的 男的不是说没有 但是我亲眼见到的 好像女的较多 他就说啊 那是弱者的奋斗 不是弱者的斗争 就因为在很多时候 这个女的啊 她是居于一个弱势 没有人听她的声音 对吧 比如说这个男的 这样的就跟我上床了 但是他骗了我 他连真名字都没告诉我 这算骗嘛 对吧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是有老婆的 那么他骗了我 可是 因为你想想嘛 在两性的这个关系当中 男的被强暴的可能性 肯定是低于女的被强暴 因为男的力气更大 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吧 男的力气更大 就女的如果不愿意 男的是可以强来的 对 但是如果说男的不愿意 女的怎么强来呢 从这个角度 就男 难度会大很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女的当然处于一个 在这种关系当中 她当然处于一个弱势的部分 但是你像这个莉莉 现在就这小女孩 声称没法活了 现在在网上留下一封 声称要自杀的信 这个人不知所踪 因为她觉得很多网友骂她 会骂她 那当然会 而且女性 你说为什么 我觉得女性在这种事情上 她不管她是处于一个弱者 或者是她是 甚至现在很多女孩子 如果真的被强暴了的话 她都不愿意拿出来 不愿意说 不愿意告对方的原因 就是在这儿 在这种事情上 就像我们小时候 经常被教育的 你会 你是女孩子 你会吃亏的 对 而且社会对于这种看法来说 就是很多男的甚至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 那为什么就强奸 你不强奸别人 因为你穿的性感 因为你招惹别人 所以当然男人的声音 会比较大 我觉得 在某种情况下 所以男人声音大的话 这女孩子 其实她就会处于一个 既被伤害 但是又不被同情的地位 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什么叫做强暴 这个东西 对于她的认识跟体会 还有感受 是性别上差异太大了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我们普遍对这个东西的感觉 也不是太敏感 所以才会出现前阵子 不是一个大学教授 说强暴某些职业的妇女 总比强暴良家妇女要好 是是是 清华那个 清华那个教授 因为说一个大学教授 都说得出来这样的话 对不对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对于 什么叫做强暴 强暴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一个暴力 非常可怕的一个暴力行动 在暴力底下 你应该所有人都受害着 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 体验不是太深 所以有时候呢 一个女孩子说 她被强暴了或怎么样 但只要我们 我们会把它想象成 假如这个莉莉 她就是一个 很无辜的小女孩 然后这个视频 假如不是她拍的 是人家拍到了 那我们可能还同情她 但你说你被强暴了 你还把她拍下来怎么样 大家就开始 你是什么居心啊 是什么 就开始这么去想 这个事儿确实很微妙 咱们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地步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到广州游长龙 鸡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游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但你知道这现在这个事多了之后啊 包括前一阵说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法法什么招票门那个 就之后你知道中关村 卖那个各种各样那个偷拍设备的 过去几天卖出来一个 现在一天卖出几十个 就是你看有眼镜的 有钥匙串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这个 这个偷拍偷录 就说我觉得有点什么呢 上次这个 不是就是上次我挺认同啊 就咱们那个王莽老师啊 他讲的一个观点啊 我大家都觉得啊 有些个你这个男人 或者说是贪官啊 你当然是自作自受 但是这个问题啊 有时候你得从两方面看 共产党人最讲辩证法 对吧 这是一方面 你被揭穿啊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呢 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肯定 得到示范 通过网络传扬出去的话 你知道那就会变成很多很淳朴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都要存个小心 比方说健康的两个男女 你现在 假如有个女的要跟你发生个什么一夜情什么的 或者我们两个就是就好了 互相眼对眼喜欢了 本来过去也许20年前 非常纯真的两个人就好一下 但是今天神经稍微敏感点的人 这个事就会变得顾虑重重 人跟人之间呢 对吗 他们有 有人就跟我说 说你现在去 你去酒吧 所以现在啊 这种东西反而使得 这个社会道德呀 都会回去 因为什么呢 他说你说去去去酒吧 他说我跟你讲老实话 我跟你女的我要去跟她一夜情啊 我洗澡的时候 我都偷看 他有没有在那弄手机啊 弄什么 装什么东西 装什么东西 对 你不知道这是下套的 还是干什么的 女孩子应该会更怕吧 因为如果说 你说的对 对 如果是单身的两个人 比如说男的可能害怕说 如果我有老婆 我在外面有什么事的话 人家找我闹 肯定是我就糟糕了 对吧 但如果男的是单身 那找女朋友 这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 比如说像那时候 陈冠希的那个 燕照门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陈冠希是艺人 会搞了这么多 包括到现在 其实有些男的 搞不好还挺羡慕陈冠希的 觉得哇 厉害 好痒的 能够这么厉害 但是里头所有的女孩子都遭殃 多遭殃 多可怜 所以女孩子应该更害怕才对 这种事情 绝对的 绝对的 他们就卖偷拍设备就采访 就是普遍的女的更害怕 说你这些东西翻蓝开来 我上厕所呀 洗澡啊 没错 都会有这种危险 因为他很容易被偷拍 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人 偷拍女孩子裙底啊 偷拍女孩子上下楼梯啊 在商场 你知道现在商场的地面 都是反光大理石 他们现在直接对着这个地面 来拍就行了 我说起来 我上礼拜在香港 才遇到一件事 在一个书店里面 在看着书大家 结果这个商场的书店忽然 有个人冲进来 然后来了另外一个小伙子 追着一个小伙子 追另一个小伙子 然后一路讲脏话 讲出话 很大声 冲下不晓得干嘛 结果后来看到 后头追进来 那个小伙子 逮住了前途那个 勒着他脖子 把他扯出去 一路贺骂他 一路揍他 拖出去商场保安啊 什么大家围过来看 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向大家宣布 刚才看到他拍人群体 原来后面头 这个男的是见义勇为 然后呢 一宣布说他拍人群体 然后旁边的 好玩的事来了 他不是拿手机拍人群体吗 给人家发现了 给人揍一顿 结果旁边所有人 围观的人 都拿出手机来 然后有人开始录 我现在在什么 我干什么 就是这条扑街了 刚才在哪拍人群体 记住他呀 大家都开始 把这一幕给录下来 拍下来 这就是武器 对 这就是武器 手机 这种武器 你记不记得 还有一个香港的男明星 我忘了是谁了 女朋友跟他躺在床上 拿手机拍 对吧 这太容易了 这太容易了 而且你知道 我现在就觉得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 淳朴的东西 男女 你想那天王猛就说 他说我 每当我听到这种事 我都很难过 因为呢 就说这个男人和女人 两性关系 男欢女爱 这不曾经是非常美好的 一件事情吗 对吗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 被变得 你看刘铁男 刘铁男 对吧 说是几个 八个情妇 又几个都是举报 举报 他的不光是 一个情妇 然后那个举报人 罗昌平 还教我一个知识 我觉得过去 还真不知道 就说 这个 我党干部 对吧 这个语文呢 是很讲究的 比方说 这个薄熙来 跟多位女性 发生或保持 不正当关系 王立军呢 是跟多位女性 发生不正当关系 他没保持 你看 还有说 某些人 你就是这个 生活腐化 然后呢 还有道德败坏 还有一个 更加一等的 叫生活糜烂 生活严重糜烂 过去咱们以为 这都叫形容词 后来罗昌平说 罗昌平 他请教内行人 说这原来是 怎么宣布 是有等级的 就是啊 生活腐化 你知道吗 这是三个情妇以下 就不到三个 叫生活腐化 是可以量化 对对对 道德败坏和生活糜烂 就你都烂了 就你到糜烂的程度呢 你是三个和三个以上 以后你看人民日报 你就知道 得贪官几个 你话再讲回来 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前天还看一个电影 一个加拿大拍的法语片 很有意思 他讲那小学 小学生跟小学老师的故事 那那里头有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些西方先进国家 特别注重保护儿童 所以保护儿童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护儿童 不受心侵犯 是不是 那今天这个事情 变得越来越复杂 也是 于是呢 原来加拿大 至少魁北克省 就法语去 他们有规定 所有学校老师 不准不准体罚学生 连学生的身体都不准碰 比方说这孩子哭 以前有时候老师 就搂搂拍拍他 不行 所以以免任何的嫌疑 结果呢 那戏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段子 就那个体育老师 人家就说 你这体育老师 上什么体育课 永远就看你吹哨子 一胖孩子跑 也不教别的 他说怎么教 从前我们小学上体育课 不是跳马吗 安马吗 对不对 说安马 我现在不能扶孩子的腰 怎么教 现在小孩 我们对待他 要像处理核废料一样 我们再回想 其实以前也是 老师学生的身体 其实是很单纯 很单纯的事情 你说的太好了 淳朴时代真的过去了 过去了 以前老师 抚摸一下学生 这算什么 可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一个小学里 七个小女孩 就说被老师摸 那玩意儿 为什么不能摸 她摸出尖锐湿油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 这个小女孩 都长得小莉莉 就老师就摸 你说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李爱也觉得是社会的进步 我觉得以前肯定也有这样的事 但是以前没有被保护 甚至可能有些孩子受到了这样的侵犯之后 他不知道 家长也不知道 他可能就这样受到了伤害一辈子的心理创伤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和康复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公布出来 大家都明白 那就保护了这些人 对 所以什么都要讲辩证法 的确是有这个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 李爱你看你说你现在是一名人 那你要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不会多个心眼呢 我是觉得只要你 就是在一个正确的土壤里头 它一定还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它还仍然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第一我没有做错事 他又不是已婚 我也没有做小三 对吧 然后我只要没有做坏的事情 那么我问你 比如说两个人男欢女爱 拍个裸照 这是坏事吗 谈恋爱的两个人 如果是谈恋爱的两个人 我觉得为什么要拍裸照 就反正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喜好 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个事情 跟这关系聊得少吗 人家就好这一口 但是我话又说回来 可能有一些女孩子 他觉得拍裸照是一种很情趣的事情 但如果有一天特别就是不好的 特别不好的 就被人家放出来 那我相信 我相信也是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在那女孩身上 随着这个社会的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开放之后 大家肯定会指责那个放这个照片的人 当然对这个女孩一定是伤害 所以还是没有裸照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同意一个讲法 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王老师说 纯真年代过去的确某个意义上是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贪官 就是看到他们 然后开探说正常男欢女爱 就不可得 我觉得是有点跳跃了 首先这些人 他并不是正常的男欢女爱 就假如今天真的是有了男欢女爱 而被拍而被传出来 我觉得随着这样的事情的发展 以后大家就会向李爱说一下 所以我们是同情的 大家没人当时是回事 大家不会介意 当大家不介意的时候 用这个来勒索的效果就减低了 然后慢慢的用这个做勒索的这种手法 也会失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 所以当年交易过来 今天再交易回去 是吧 太有意思了